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美国与印度达成的关键半导体制造协议 这不仅是对抗中国科技战的新战线 也改变了印度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中的地位 虽入美国加强对中国的宣传战 并且卡马拉哈里斯在边境问题上展现出强硬的立场 这些动向无疑反映出美国在国内外政策上正在进行的重大变革 我们将分析这些协议和法案的影响 特别是美意合作如何可能成为对抗中国影响力的关键策略 还有哈里斯如何在移民问题上回应特朗普的强硬立场 试图在日益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寻找一个两党共识的道路 这些议题不仅关乎国家安全 更将影响未来起源的政治格局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 印度和美国的联手行动 无疑开启了对抗中国科技战的一条全新战线 当印度总理莫迪在北约早些时候拜访华盛顿时 他与美国总统拜登敲令了一项关键协议 这将在印度东部城市加尔各达建立一座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厂 这一举措不仅加强了两国在敏感军事技术上的合作 还重新定义了印度在全球芯片供应链中的地位 根据印美联合新闻稿 这座新工厂将专注于国防设备 电系和可再生能源的半导体制造 这标志住印度在全球半导体舞台上的重大跃进 也是新德里自2020年首次表达芯片雄星以来 一直追求的目标 乌代巴斯卡尔指出 这项协议可以与2005年印度与美国的民用核协议相提并论 那项协议使印度摆脱了地缘政治边缘化的地位 巴斯卡尔补充说 这次的半导体协议是美印在2022年建立的 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的重要成果 该倡议旨在加强双方在芯片到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 此次合作意义重大 因为美国通常不会与除英国和日本等少数盟友之外的国家 分享如此敏感的军事技术 过去印度曾与美国讨论过战斗机引擎和坚实雷达的合作 但半导体制造完全是另一个层级的挑战 半导体在军事应用中至关重要 能够实现先进雷达通信 导航和武器系统的快速数据处理 尽管台湾目前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美国的其他盟友如日本和韩国也有相当的技术能力 而中国大陆在该领域也不甘示弱 然而巴斯卡尔警告说 这项协议的影响取决于如何实施和推进 印度政府今年批准了三项总价值152亿美元的重大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提案 这也是在与美国公司美光达成的协议之后 该协议涉及在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建立一个组装测试和包装工厂 印度每年在半导体进口上花费约250亿美元 为此政府于2021年启动了一项100亿美元的激励计划 旨在吸引芯片制造商并承诺覆盖高达70%的设置成本 随着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全球公司正在将其制造基地多样化 超越中国寻求新的出路 而印度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提升其在电子产品基亚之链中的地位 尽管印度的俱展缓慢 国内技术专业人才的缺乏是一个巨大挑战 尽管许多印度专业人士在海外的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专家们估计半导体制造需要7到10年的时间才能真正产出前端芯片 但其应用范围广泛 从智能手机到高复杂度的军事系统都有潜力 巴斯·卡尔指出 印度在这一领域的成功取决于其投入的时间 金钱和资源的意愿 他提到 台湾在这些精密技术上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和数十年的努力 他提醒说 这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市场 你需要持久的能力 而印度公司迄今尚未展现出这一 然而他也表示 印度庞大且合格的劳动力可能成为与美国合作的一个重要资产 分析人士对这一伙伴关系极其在提升印度芯片制造潜力方面持乐观态度 这在未来安全的关键时刻尤为重要 并且作为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长影响力的对策 根据地区安全研究员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的维维克·米什拉的说法 这项协议标志住供应链向中国的转移 并可能扩展到包括四番安全对话跨中的其他区域伙伴及澳大利亚和日本 以及美国和韩国的三方合作 这是为了应对台湾危机的一种准备 他说 提到目前半导体生产集中在台湾 在冲突发生时可能导致全球短缺的风险 这项制造倡议预计将涉及印度的私营和国有公司 美国和美国和美国的私营企业 美国和美国的私营企业 与印度伙伴合作 根据观察者研究基金会的安全专家 马诺杰·乔西的说法 这项协议可以被视为美印伙伴关系的逻辑演变 因为新德里逐渐远离其历史上的主要军事技术供应国 俄罗斯 他说 关键和新兴技术非常重要 美国政策向友好国家重新配置供应链的更大调整显然对印度有利 在这场科技竞赛中 美国和印度的合作 无疑将对全球半导体市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随处这一合作的深入发展 我们将看到印度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地位逐步提升 而中美之间的科技战也将进一步升温 无论如何 这都将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全球科技竞赛 每一个参与者都需要小心翼翼的布局 以迎接未来的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印度与美国最近签署的半导体制造协议 这不仅标志着印度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迅速上升 同时也开启了对抗中国科技战的新战线 就像印度在2005年签订的民用核协议一样 这次协议将使印度摆脱边缘化地位 成为全球重要的半导体制造国家 你们可以想象 这对于全球科技市场将带来多大的影响 哦 楚天书 别那么兴奋 你是不是忘了印度的半导体产业还处于初级阶段 这就像你拿着一根小树枝 却想去打倒一棵大树 光是建立半导体工厂不够 印度还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来培养相关技术和人才 甚至台湾这个半导体巨头也用了数十年和数十亿美元来取得今天的成就 印度能做到吗 这还真是个大问号 当然可以 谢琪琪 你难道没有看到印度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崛起吗 印度的IT专业人士可是遍布全球 而且他们在美国戏谷有着杰出的表现 这些专业知识和经验可以直接转移到半导体制造领域 再者 美印合作包括军事技术 这意味着美国愿意分享其敏感技术 这将大大加速印度的半导体技术提升 说不定未来印度还能成为新的科技强国呢 可别忘了 楚天书光有专业知识和经验可不够 印度的基础设施 供应链和政府政策能否匹配上这些野心可是个大问题 这就像你想做一顿大餐 除了厨师 你还需要好的食材 工具和厨房环境 再说了 台湾 日本 韩国等国家在半导体制造方面 已经有了深厚的基础和市场份额 印度要想追赶上来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而且这个市场变幻莫测 一个小失误就可能让印度付出巨大的代价 哦 对了 别忘了中国也在这个领域发展快速 印度能追得上吗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 但不要忘记了 印度政府对这个计划可是下了大利器 批准了三项总价值152亿美元的半导体和显示器制造设施提案 再加上与美国的合作 这一切都显示出印度的决心和实力 美国也不会无缘无故与印度合作 而是看中了印度的潜力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这次合作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 更是战略意义上的对抗中国的科技竞争 就像我们正在见证一场国际科技大战的序幕 印度这次可是打算成为主角之一 楚天说 你这话听起来倒是很有戏剧性 但现实往往残酷 半导体制造需要稳定的供应链和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 印度目前还远远不够完善 更何况美国过去也曾与其他国家合作 结果并不是每次都理想 就拿越南的制造业来说 美国也曾寄予厚望 结果呢 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 所以说 印度能否在这场半导体竞赛中胜出 还得看实际行动 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一纸协议和一腔热血 这就像你买了一张明星演唱会的票 但能否看到精彩演出还得等演出当天才知道呢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来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 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顶 我容紧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